好前面我们就了解了一些静态方法的一个处理 最开始搞了一个trim 这个很简单 到后来又搞了一个冲突的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 就是在这里呢 就搞了一个这个东西 冲突了之后呢 然后怎么解决前后的问题 是不是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不对的 虽然说可以解决那个冲突 应该是正确的方法 应该是调用这个conflict的方法 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要更正一下 这是那个静态方法的一个处理 那么接下来后来我们就看一下 怎么样给我们自己的 库能添加一些实力方法 添加就是在这里 比方说我们还是按照软币的套路 就添加一个简单的 添加一个什么简单呢 在那个gQuery里面 它有一个gQuery对象 变成dom对象的一个方法 叫做get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实行一个number 然后在这里呢 return一个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把我们的gQuery对象 变成一个宿主型的对象 是不是 所以你直接可以返回一个 类似connumber就ok了 当然我们代码很明显 就不净状是不是 它这个复数啊 怎么处理 如果是不是一个数字 是别的东西 怎么处理我们都没有管它 就这样实行就ok了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呢 也可以测试一下 测试的话呢 那你直接就这样写就ok了 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有 它有两个dfa 是不是 我们就取一个看一下 回车取到了啊 这是这个 如果你取第一个的话 因为第一个好像有ABC这个字母 是不是 就是实行的那个实力方法的一个添加 你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gq本身 它的那个get的方法呢 它是一个怎么实行的 它的各类方法是个实力方法 是不是 实力方法有可能添加在那个 在后面出现的这种 gqfn.extend 也可能最开始出现 它就放在这个软型这里 有可能是在这里是不是 我们两个地方都去看一下 这是初始化的 这是gq的 然后这个get的 当然这种代码 如果比较长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第二种 第二个级别的折叠 就可以再这样折叠起来 看一下这个get 它的一个实行 它比我们的实行就 安全净状 而且功能多一些 它首先进行了一个 非数字的处理 是不是 然后接下来还把它变成一个 数字形式的一个对象 是不是 就是这个 这是 get实力方法的一个添加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也添加一个比较代表性的 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用的那个 一起方法 在gq里面 一起就是一个 功能比较强大的一个 循环 是不是 就这样 我们也实行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 一起 然后function 按照我们最开始 讲这个阶段是一个回顾里面的功能 是实行一个 这个 实行这个 那怎么实行呢 因为我们的对象是一个宿主型的对象 是不是 我们直接写一个 fri等于0 然后i小于 我们自己它也有一个认识这个属性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i++ 然后 就在这里呢 就可以直接 因为变相的 这个地方就是对我们取得的所有 那个软数进行并利 并利要干什么呢 就调用这个回调函数 然后调用的时候 我们传两个参数 还gb中 我回顾的时候 其实就是传了一个所以 以及它的那个多么对象 这里我们就可以直接写成这样 就OK了 这样就是一个 一起的一个实行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去测试一下 怎么实行呢 我们首先是把这个dfa这两个都选上 然后一起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呢 就传一个函数给它 表现一个回调函数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两个值是不是真的给它 带过来了 就是concil.log index 然后concil.log 呢 el1 回测 可以看到啊 01 这两个东西 就说明这个一起呢 搞定啊 就是这个 当然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啊 就是什么呢 dfa 然后点一起 我们不传啊 或者说你这样写一个空函数 啥的不干 接下来你再调用一起呢 就有问题是不是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实行链式操作 关键链式操作我们留在最后去弄啊 这是这个一起的一个实行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实行的话呢 就是那个什么css 是不是 用的比较多 而且也比较简单 我们的实行的话呢 在接客人里面实行就不简单了啊 接客人里面实行 比方说要取得 取得宽度 那么他就可能就会把ps 这样子去掉 是不是 有 还要考虑浏览器金融性的问题 我们也简单的实行一下css 放个行 我们就不考虑那么多金融性的 以及安全的问题 是不是 然后我们呢 只考虑两种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 你调用的时候 比方说是这样调用css 宽度 那我们就返回它的那个 这个样式的值 如果你还搞了一个参数 搞了第二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给宽度设置一个值 是不是 就是就是两种情况 所以我们也是处理它 那么两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就第一步 就是取得参数的个数 是不是 比方说等于argument.nense 好 取得它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呢 我们判断就是相当于说 给这个方法做一个重载啊 引识这个css就是这个目的 嗯 l等等 1 这就是取取样式 是不是 其他情况 简单一点 else 就是 或者给样式设置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取样式的话呢 我们就return 类似要得到那个样式 是不是 得样式的话 我们取这个包装机嘛 我们就取第一个软数 这是个动物对象 他就不是GQ的对象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访问他的那个 style属性 对象 是不是 得到一个style的对象 然后接下来就把argument.0 就是相当于说你传了一个宽度 那个东西 过来的话呢 就把那个样式的值取出来 然后反过去 ok 也不进行单位啊 那些什么的处理 这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 实行第二个了 就是那个 呃 那么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在这里就给一个回调函数 这是我们前面已经把一起实现了 然后在这里写上 写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那个 还是把index.el1传过来 因为我们一起会传这两个参数 那么接下来就会进行实现 实现的话 你就取了el1.style 然后它的名字就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们就 因为它的名字是通过调用css得到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需要在这里处理一下 你就不能 因为在这里就不能直接访问那个argument 访问argument是访问的这个函数的参数 是不是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上面 把这个css这个层级的东西得到 你可以放在这里 也可以放在这里 我就放在这里 fairname就是那个样式的名字 就等于argument-0 这是这个 然后它的那个值 value就等于argument-1 因为我们的样式实现比较简单 不支持那种 传对象来是样式的一种情况 是不是 就就只支持刚才我们写的那个 所以这样写ok了 好 这个地方就把内幕 附过去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把它的值 附过去 就ok 这样就反过去去 我们就可以印证一下 这个地方行不行 刷新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dfa.css 比方说我们想得到它的宽度 比方说我们想得到它的宽度 多不ok 是100 是不是 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 第一个的确是100 这是这个曲 那么我们还想给它设置一个 dfa.css 比方说我们设置它的那个颜色 为那个前景色为一个yellow 一个黄色 回撤 可以看到效果是不是 看是不是所有的都设置了 这里有一个yellow 然后这里呢 也有一个yellow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设置 这就是那个实力方法 用css 就是一起 主要的目的的话呢 就是想让大家看一看 gcss是怎么实行这种 类似的重载的这种形式 以及一起 并成了一个宿主型对象 这个一起实行的这种方式 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